藝人李玉芬穿著披風盔甲 化身電玩遊戲女神 現身台北國際動漫節 讓現場美光燈閃個不停 台下粉絲把握機會 在情人節前戲 對李玉芬大聲施愛 和偶像近距離接觸 而談到外界關注的感情狀態 李玉芬也大方聊起 緋聞對象柯震東 我們就是現在感覺蠻好的朋友 他是你喜歡的鞋嗎 這是大家喜歡的鞋 其實我覺得感覺對了就對了 不會因為年紀大或是差距 而去不喜歡或是排氣這樣 第三屆台北國際動漫節開跑 湧入大批動漫迷朝聖 業者請來正媒扮演動漫角色 炒熱現場氣氛 還寄出限量優惠商品 搶攻動漫女荷包 大家應該喜歡美少女 因為像今天對Collection 她裡面有非常多的賤娘 都是很可愛的女生 對 這是現在日本正在動畫畫的 現在線上正在播的作品 所以漫民們非常的喜歡 紀念展場亮點 包括晉級的巨人 和火影忍者疾風傳的聲優 都將來台和粉絲相見歡 主辦單位邀請國內外 70多位動漫作者和聲優 舉辦簽名會 戲民眾大排長龍 搶購周邊商品 我模仿的是揚言裡面的KIDO 然後是因為我很喜歡她 這個簽會是我今天早上 七點半就來排的 然後因為真的很喜歡九丈喵坡 然後就想為了支持他們 就要來參加他們的活動 今年的台北國際動漫節 有近60家業者超過400個攤位參展 為期六天的展期 預計吸引40萬人次造訪 渴望創造兩億元商機 這張社記者張志豔 錦玉琦 台北報導